普吉安的老法师 传心 传心法师 现年63岁 出家三十多年 特弟子秦教老法师 他做梦 梦见观世音菩萨 对他说出家 他说怎么出家 观世音菩萨说住山洞 他就买了一百多亩山地 山清水秀 很清静 但比较偏僻 盖了观音堂 莲花池 放生池 很想再盖一个 大雄宝殿 报恩塔 还想盖一间屋 请老法师常住 或是来临指导 这些想法能现实吗 如不如法 因此安 只是老法师一个人 缺乏智慧 力量不足 请老法师指示 这个用不着我指示 观音菩萨很灵 观音菩萨不是指示 指示他吗 叫他住个山洞吗 他怎么要盖这么多房子呢 尤其是一个人 一个人盖大雄宝殿 盖报恩塔 还要盖 盖什么 盖这么多 没用啊 观音菩萨讲的话 有道理啊 一个人住山洞 多好呢 遵守观世音菩萨的指示 就好 你现在买了块山地 你就在山地里面呢 去建一个山洞 如果有山 在山上真的 可以挖一个洞 可以挖大一点 里面可以有几间房间 有个佛堂 有卧室 自己一个人好修行呢 这样就对了 不要打妄想啊 那么观音菩萨教你 你这里已经有个观音堂了 莲花池 放生池 可以 不要再盖大雄宝殿 我主张呢 你听观世音的话 盖个洞 观音菩萨教你 在山洞里修行嘛 你一教奉行就很好 旁边如果多的地的时候呢 可以种一点菜 你自己就不必去买菜了 有个小观音堂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信徒 观音菩萨会找信徒 到那个地方来护持你 实信他敌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这就对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